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维仪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加慢额收市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高收1%或以上 纳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创了收市的新高 受到业绩和数据理想的带动之下 独瓶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4日高收 收报31055点 升332点 升幅1.1% 标普500指数收报3871点 升41点 升幅1.1% 连升4日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3777点 接近全日高位升167点 升幅1.2% 国别股份方面 GameStop再度急卸4乘2收市 收报53.5美元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 在采取任何行动前 他和金融市场监管部门 需要深入了解近期散户引发的投机热潮 看美国预托证券的表现 ADR大多数上升 汇控制下比本港收市升1.96% 腾讯升0.55% 阿里巴巴跌1.33% 中人壽升1.13% 中海油升0.97% 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股市普遍升近1% 或以上 英国股市先升后回 连续2日跑输区内股市大全日跌幅有限 富士100指数收报6503点 跌4点 消费龙头股联合利滑 销售增长目标令人失望股价重挫 6.2% 拖累指数向下 凡尼克福特指数收报14,060点 升126点 巴黎克指数收报5608点 升45点 意大利股市表现最好 富士MIB指数收报22,900点 升372点 升幅1.7% 创了一个月的新高 看油价表现 国际油价做好受到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原油库存下跌和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产油盟国 维持减产影响大美元偏强限制油价升幅 纽约旗油每桶报56.23美元 升0.54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58.84美元 升0.38美元 看今价 今价跌穿了每盎士1,800美元的心理关口 由于美元和美债指息率上升削弱了黄金吸引力 纽约期间每盎士报1,791.2美元 跌43.9美元 看美元回价 美元年升第五日 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有信心 并冲敬回星期五公布的就业报告表现强劲 反映美元对一男子货币走势美元指数 升至超过两个月的高位高见过91.583 升幅0.45美元对日元和欧元都升超过两个月的新高 对日元高见过105.56 升幅0.5 欧元对美元跌穿1.2 在去年12月1日以来第一次回价低见过1.1958 跌幅0.6 英镑就上升 英镑对美元上市过1.37 最高升至1.3698 升幅0.4 英镑银行议息会议后表明 银行至少需要6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为负利率做好准备 市场推迟了英国实施负利率时间的预期 提反最新的美元回价 港元7.7525 日元105.51 欧元1.1964 英镑1.3682 瑞士法郎0.9039 加元1.2824 欧元0.7593 欧元0.7151 看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远报1.13 30年期债远报1.93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9330点 升221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1604点 升40点 大肆成交暂首295亿左右 这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 遥长蚌银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794.31美元 卖出价1795美元 现货白金买入价26.253美元 卖出价26.3092美元 以上资讯由遥长蚌银提供